送民生醫院被揭露 內部醫師人員搞錯病患 開錯刀 被害的男病患 年紀大沒有親人陪病 4月4號發生至今才被揭發 還原事發經過黃性病患 因為血壓過低 身體不適住院 跟另一名張性病患 住在同個家戶病房 護理師給藥時發現黃性病患不在 驚覺公有送錯人進開刀房 想制止胸腔外科醫師 早已做完手術 黃性病患被推進家戶病房觀察 醫院是一定要負責到底 而且可能政府在這一方面 應該也要積極一點 為什麼會推錯防疫這種這麼嚴重 被醫院開抽刀的黃性患者 平時住在陸竹這一間養護之家 詢問內部人員只說患者談多住院 知道服用抗生素治療 對於他被開刀疑似不知情 民生醫院也發聲明 表示這件事從傳送人員 病房跟手術室的護理師 麻醉科醫師 外科主治醫師 都將寄過處分 本人對此事件表達深切的檢討 及歉意 目前兩位病患的身體狀況穩定 第一時間就要求 醫院要積極的關懷照護 目前院方針對開錯到患者 以進行家戶照護 並向家屬妥為致歉 同時院方已召開人審會 就責五名相關的人員 均寄過處分 衛生局要求院方提出改善計畫 開罰五到五十萬 至於主導醫生 將依醫師法二十五條 業務重大過失 寄出懲戒 同個病房的患者 沒有確認身分 就被推進手術房 直接開刀 整個環節從上到下 竟然都沒察覺 三立新聞 胡適應 我會示範告訴我們 辛苦了 Zak 下面 撥